南俄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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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手指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獎 各位善知識大家好 很榮幸又被佛青請到來為大家講佛陀傳 Facebook大家的朋友大家好 我知道這個是在Facebook有直播的 很榮幸又是這次是第三次講佛陀傳的 我都是用回那份稿的 都不要緊要的 因為大家都是新的 有多少朋友是新的 大部分都是新的 OK沒有問題的 不會再重複 我們今天很充足 可能會有一點點超時 但不要緊要的 裡面的內容都很精彩 我會用佛陀傳 很簡單 我會將佛陀的一生 很簡略地和大家介紹 為甚麼說很簡單和很簡略呢 其實這幅經 我講的就是佛本行集經 其實是講七七四十九日 都講不完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用佛陀的一生 他所經歷的事跡 我們用兩堂書來演繹 你想演繹出來 其實是不實際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兩堂書 我們只會講一些重點 和裡面一些相關的佛法而來的 在開始之前 我想講一下我一些的期望 一些期望 一些希望 希望就是希望 現實就是現實 我知道希望和現實是有差距的 但是我都要講一講我的希望 我希望大家 就不是為了上課而來上課 我希望大家 是為了追求一個更加快樂的路 一條可以離苦解脫的路而來的 學了是想著用來用的 老實講 其實人生是無常的 無常迅速 我們怎樣去善用一些時間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在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們費心太多 而我們利益不到自己 是非常之可悲的 所以 這個佛法的概念有這麼多 如果我講了之後 大家不拿來用 又不記得 聽完之後又算的 反而是對學佛是有害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學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就是學了是想著準備去醫教奉行的 是準備用來用而去學的 這個很重要 那麼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聽法 才可以真的用上去 那麼上課是增加知識的 我剛才說 不只是上課而上課 解脫煩惱是放下的 不是增加的 兩者是有些差別的 那麼態度會不會一樣呢 是不會的 為什麼 如果你一開始是為了誠佛而來聽書的 那麼如果我說一些東西 你不明白的時候 你不清楚 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會不安 你覺得 咦?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是不是應該問清楚 為什麼我的延遲 如果我的延遲 前後矛盾的 你一定會發問 就好像一個人迷路 他當失路 他想回家 他只是想回家 他想解脫 但是他很迷惘 不知道去哪裡 又沒有人 突然間見到一個警察 警察應該是釋路的 那麼他就問那個警察 怎樣才可以回家 那麼阿sir就趕了 趕完之後呢 那麼他也有點不清楚 那麼他會怎樣? 問吧 他會問清楚那個阿sir 那麼如果他問完之後 他會說 啊等等 剛才那裡好像有點不清晰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那條路究竟怎麼走 之後阿sir就說 啊 你為什麼地圖找不到呢? 是因為你的地圖是舊的 那麼這裏現在建了一條橋了 可以去那個地方了 那你知道了之後呢 突然之間就非常之安心了 當場安心了 那條路原來是這樣走的 那麼我們學佛 其實多聞 我們聽佛法 我們可以搜集很多很多地圖 我們搜集很多地圖之後 我們增加很多知識 但我們不懂回家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資料 資訊 佛學 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怎樣去脫離我們的煩惱 這樣就是有問題了 那麼所以呢 多聞 你不一定有聞所成為 你多聞未必有多聞的智慧 你多聞是要有修憾上 你應該知道的抉擇 還有技巧 你才是多聞 你是要在這裏多聞 才可以收到佛法的 那麼同樣地 我們這次講佛陀傳呢 我們都不是為了講佛陀傳 而講佛陀傳的 講不完無所謂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我是沒有辦法講得完的 佛陀的一生事跡太多了 無論無邊 沒有辦法講得完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要大家明白 當中的精神 我們是為了了解佛 學習和佛相應 相應很重要 知道佛陀的境界 而去講佛陀傳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兩堂書 最大的目的了 就是和佛相應 了解佛的知見 不約佛的知見 那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呢 我們其實可以講很多很多 他的事跡的 但是未必能夠和他相應 愛迪生為例 他可以發明電燈泡 但我們明不明白 他那種智慧呢 我們可以得到電燈泡的利益 我們有光明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怎樣work 那我們沒有辦法和愛迪生相應 我們只是得到他那種product 原裝法師為例 他去印度 他不要命地去 十幾年 之後翻譯經典 差點死 他身為國師 他本來是萬人景樣的 很多眾生都是受他的利益的 但他竟然可以寫下一切 而去印度 之後取經回來 回來之後還要用一身的時間去翻譯 我們得到他們的經典 但是我們有沒有那一份堅強的心 有沒有那一份精進呢 我們未必有的 所以我們講佛陀傳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見言施齊和佛陀深深相仁 我們要得到佛陀的知見 我們要學到佛陀的法 那我們就要去 在佛陀傳入面 佛陀的行詞入面 去了解佛陀究竟是怎樣做到的 一個全知的人 究竟是怎樣的一生 這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很有意思的 那為什麼 我在這裡講 為什麼我們見不到佛 為什麼沒有辦法跟佛陀相應呢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佛陀其實寫了很多方法 講了很多方法 告訴我們怎樣去做 怎樣去修行 但是無奈地 我們很多都不會做 一樣都沒有做到 佛陀叫我們不要做的 那些我們可能經常都在做 那所以 即使佛陀在你旁邊 天天陪著你 那你都不可以說 你是見到佛 因為你和佛陀根本不相應 你不了解佛 你又如何能夠見到佛呢 色相 我這個顏色 我這個陰星 我這個相貌 是虛幻的 你見不到真正的佛 那佛陀有一次 他就 拿著稻草 就對著一群 比丘講 他說 見緣起則見法 見法則見如來 我在找一支筆 我有個 沒有筆 算了 OK 我拿個測試 見緣起則見法 見法則見如來 為什麼 你為什麼可以見緣起 之後才見到法 見法之後才見如來 佛陀明明就在你面前 那為什麼你要見完這件 見那件之後才見佛呢 這個很有意思 我這裡拿著一個車士 那我說 見車士 即見道員 那你怎麼樣 我明明就在你面前 那你為什麼是見到這件事 才見到佛呢 那個道理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佛陀呢 是完全跟法相應的一個人 佛陀的內容就是法 佛陀的內容就是大慈大悲 所以我們要了解佛呢 我們見到佛陀的色相 我們聽到他的聲音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見到佛呢 不可以 我們要學習佛陀的行為 我們要修行成佛 我們如果分分相應 即是 了解佛陀的時候呢 我們就等於見到 越多佛陀的內容 我們就是這樣 見多一分法聖 就要見多一分佛 如果我們要見全分的佛 我們必須要成佛 才可以見到佛 那所以我們學佛 所有佛教徒的一個很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見佛 就是要見法聖 就要誤入如來的之間 那所以我希望呢 在這裡講佛陀傳呢 就是將法的味道帶出來 如果法味可以出到來呢 那真佛就在此處現全身 這個就是那個道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講我們的佛陀傳了 那佛陀傳的開端呢 就是由菩薩下身人間開始講起的 那菩薩下身 那位菩薩就叫護名菩薩 那位菩薩是釋迦利佛的前身來的 那他還有一期生命 就可以圓滿成佛 那這個叫做一身寶柱 還有一期生命 我們就可以補上佛位 那這個叫做一身寶柱菩薩 護名菩薩 那他由這個兜率天呢 在天堂上面呢 就打算下身成佛了 那經文就說 以時菩薩呢 這個時候菩薩就在兜率天功 將欲下身去上來凡間成佛 先以五事觀察世間 先用五種的事情 五種的現象 來看看適不適合去成佛 運河為五有哪五種呢 一觀遠祖 觀下自己的祖先 他的血脈 究竟是父母 阿爺 究竟是如何 他觀時節 這個時候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是打仗 等等 三是觀這個方國 他觀那個國土究竟是一個什麼情況 究竟人民 繁榮與否 四觀這個近族 除了這個釋家族 其他的族是怎樣 五觀沒有事 即是母親那條線 究竟是如何 這段經文是出自這個 異正法師譯的 《根本書一切有報》 《必初來皮內的》 這個比歐尼的律 那我就覺得 有另外一個版本 有一點點不一樣 叫做佛本行雜經 那大致上 內容是一樣 但他分得不一樣 但我覺得比較順 那裏面就是講 第一是時間 都是五陽 時間 地點 國家 家庭和父母 就是這五陽 那我比較喜歡這個版本的 那所以呢 我在這裏會 用這個版本 來跟大家講述 這個這樣的 菩薩 觀察你五時 那大家都知道 佛教是講 因緣和合的 那有好的因 配合一些好的條件 事情就會比較容易去成功 那所有的東西的成功 不是沒有編排的 佛陀 尤其是佛陀去成佛 不是沒有編排 是有編排的 那那個編排呢 是為了些什麼呢 那編排就是為了 怎樣才可以 利益更多的眾生 以最多的眾生 可以受到利益呢 為這個大前提 怎樣可以令到佛法 九主世間 來到去選擇 什麼時候出生 那這個就有一個 譬如 就是我自己作的 就好像放煙花一樣 煙花其實是貴的 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你不會 你當然不會 你當然不會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放煙花的 你不會在個個睡覺的時候 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你去放的 你又不會選擇 在這個懸崖下面 這樣射下去 沒有人看到的 你又不會在座山後面 去放煙花 沒有人看到的 你又不會在 所有人 完全沒有覺知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放煙花 所以你放煙花一定是 什麼時候放呢 你就是看天氣好的時候 大家過時過節 大家吃完飯了 出來散步了 這個時候 你放煙花 放到去最高的地方 還要在海的中間去放 影響力才是大的 才是多人見到的 煙花很貴 就譬如佛陀 其實是很難得 才可以出現於這個世間 很珍貴的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們剛才有念 你不會在凌晨時 時份放煙花 你不會在那些人 睡覺 未醒的時候放煙花 這個就是譬如佛陀 不會在恐龍時代 恐龍時期 冰河時期 那裏下生人間 因為那些人 那個覺性的條件 都未夠具足 去成就這個開悟 所以說法就好像 對牛彈琴一樣 是不會這樣做的 那你放煙花 又不會對著懸崖下面放 就讓佛陀 他不會在四聖種族 階級最低的搜陀螺種 那裏出生 那你影響的人都很有限 因為你被社會所欺壓 你沒有辦法改變社會 同時接引一些更高層次的 王族 婆羅門種等等的眾生 你沒有辦法 他亦都不會給你機會 所有人看不起你 那你沒有辦法到眾生了 那你又不會在 你會在天氣好的時候放煙花 大家出來散步的時候放煙花 社會其實是有很好的修行風氣 大家是準備出來追求真理 大家需要佛法的光明的時候 菩薩才會下身 那還要是社會的階層裏面的最高處 貴為王族 在眾人的目光注視之下 去出世出家修行成佛 就好像在最高的山放煙花 然後十方一切的眾生都看到了 去到最遠的地方 那所以 怎樣選擇 在哪裏出世 怎樣 什麼時候出世 就是很重要的 對護明菩薩來講 那我們先看五事裏面的第一樣 就是時間 那菩薩究竟是選擇什麼時候出世的呢 那在這個奧比達摩論裏面呢 有分析過時間這件事的 那其實有沒有一件事叫做真正的時間 沒有一件事叫做真正的時間 是的大家都知道了 是沒有的 時間其實是基於發生一件事的一個過程 由一個點去到另外一個點所引申出來的一個概念 我們稱之為一秒 用秒數 之後去到分鐘 去到一個鐘 幾多日 禮拜 年份 乃至到世紀 這個是時間怎樣出現 它的出現就是靠一件事 事情的發生 如果沒有事情的發生有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這件事 是概念來的 無論是宗上面事情的發生 無論是宗上面的啼啼啼啼聲 我和大家講話的每一粒字 或者我之後要回自園 所有的東西 它會引申過去現在未來 這就是時間的概念 所以時間的概念是基於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們在這裡討論菩薩什麼時候出生 重點不是佛陀的時辰八字 佛陀的星座 佛陀屬什麼 不是這件事 重點應該就是放在印度當時是隨著時間的變動 究竟是在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重要的事情 而佛陀必須在這段時間出生 才可以利益更多的眾生 第一 當時印度其實出現了很多挺的修行人 他們很多都是善根深厚 有些是修禅定的外道 有初禅天 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儲定 所有的修行的境界 這些定的境界 愛道他都有 都已經成就了 乃至到神通的外道 有天眼通 天意通 他心通 宿命通 所謂的超能力 神足通 以前的人是做到的 乃至可以非恨自在的一些先人 這個時期其實是修行人成就的時期 是很多修行人很容易在這個時候得到境界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聚足修行人的時候 乃至苦恨愛道就更加之多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修行 第二點 就是印度當時人民的思想其實是極為發達的 他們在市面上其實已經出現了很多種哲學的論說 其實大家是受這個破羅門的框架去牽制著的 是很多人都想革命 想跳出這個框架 所以會引申很多種宇宙人生的世界觀 人生觀 例如唯物論 唯心論 一元論 多元論 永恆論 苦恨愛道 有人拜地 水火風 有種種的愛道 六十四種邪見 六思愛道 大家 其實所有人都是為了追求真理 有這個心在這裏 差就差在當時是沒有正法的出現的 雖然個個都想追求真理 但未必個個都追求到真理 所以他們是想的 第三點就是 我們說世間如果沒有苦 佛法是會衰敗的 而當時印度的客觀條件 苦是特別明顯的 印度社會的框架是由四聖種族去支撐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導致所有東西走向一個極端的位置 其實就是令到些東西不平衡 四聖種族分別就是婆羅門種 薩蒂利種 廢舍和守陀羅 婆羅門是地位最高的 中文就叫做祭司 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拜祭那些神 去掌握這個神權 跟神溝通 所以他們在印度的權力 就是被譽為跟神一樣 即是萬能 即是去做所有事情 都可以稱為神的意志去做 他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可以壟斷這個教育制度 他來占卜這個禍福 所有事情可能都是他自己去說出來 都未必是他的神的 告訴他怎樣做的 婆羅門種呢 是可以不用交稅的 免交各種稅務 因為他每天已經誠心修行 已經還清所有債務 這個是印度的常識 是不可以被判死刑 乃至到獄刑、看佛 因為婆羅門種是神聖不可被侵犯的 還有印度人相信 如果你給土地那些婆羅門的時候 是可以解除自身一切的罪業的 所以婆羅門種那些人 是具備大部分的地產 因為經常有人送東西給他 經常送地給他 其實這個就是 他自己去定立的一個傳統的制度 其實是因為他可以壟斷教育 所以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編制一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這些婆羅門種呢 就在印度裏面 其實就打橫來走 就稱所有東西為 絕對的權力 神的意願 那樣的 那除了制治之外 婆羅門種還是一些宮廷的文士 星相學家 數學家 科學家 教師 或者公務員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頁 婆羅門種其實就是佔這個 印度政府的職位 是百分之七十五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婆羅門種的 現在都是 現在都是深深影響這個 這樣的印度社會的 所以他們會得到最好的教育和機會 而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 婆羅門種 你一出生是婆羅門種 你一輩子都是婆羅門種 如果你不是婆羅門種 你永遠都做不到婆羅門種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制度呢 它是贏在起跑線的制度 你連跑都不用跑 這樣就沒有人想積極向上 所以大部分那些低層的人士 守陀羅 那些奴隸 他們就絕望 受恨 很不開心 自卑 這樣 印度第二種貴族 就是薩蒂利 就是王族 薩蒂利是有權威去統治人民的 他是從事這個軍事 他們是土地主 國家所有的土地 都是他們的私有品來的 私人擁有的 人民就是為了服務他們而生 就好像一個勞工一樣 那王者的權威呢 在印度 除了人民自己犯罪之外 其實他想殺誰就可以殺誰的 那這個有一次波斯力王 那他就 因為覺得有一個人 對自己沒有禮貌 其實就是一些很小的事 因為他沒有問訊 沒有說過hi 那他就想殺了他 那但是誰知道這個人 他不是地球人來的 他是這個龍神來的 那他就招惹了這個龍神 去毀滅他那個國家 那這個目見連尊者 他就去幫他 那就令到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那所以 這個就是見到一個王者 他是可以任意去殺人的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廢社 就是平民 就是農民 或者商人 那是長期被這個 強權欺壓的一個階級 雖然可以很有錢 那但是就沒有任何政治權力的 他們就算連讀書的機會都沒有的 OK 那跟著下來呢 要說呢 就是一個最後的階級 就是叫守陀羅 就是奴隸階級 那他是佔印度的人口百分之五十的 就是最多就是奴階了 那地位也是最低的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是古印度 阿里安拿族統治之時 戰敗打輸了那一批後代 那他們有個名字 那他們有個名字 就是印度的原住民 叫做達薩華爾納 那他們是沒有特權 不但他們還在國家不受這個法律 宗教 政治的保障 那他們主要是從事一些被人民認為是低賤的工作 例如這個奸田 去打魚 手獵 去做那些囚犯 那些肉桌 洗廁所 那樣的 乃至奴隸 那現今社會就可以說 你行行出狀元 但是手陀羅的工作呢 從開始 中間 到最後呢 都是低賤的 因為國家是不容許發展 有晉升的機會的 那受到婆羅門教的洗腦教育 那社會 供應 手陀羅的出現 就是為了服務這個大眾 成為這個最下賤的人 而去成為這個手陀羅的 那其實就是把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合理化 那在婆羅門的經書裡面 叫做摩奴法典 就有記載的 那初生的人 就是本來在這裡的人 就是印度的土著 就叫做手陀羅 假若他們以馬力的語言 侮辱再生的人 就是侮辱其他階級的人 那他就應該斷他的舌頭 假若他們舉再生的人的名字 他的性來侮辱 那就應該用燒熊的熱針 去插入他的口裡 那假若這個婆羅門的指使 他不接受 乃至到王者的指使 他不接受 那就可以命令些人 用熱油灌入他的耳 或者口中 那這個就是 印度那個時候摩奴法典 所寫的那個常識來的 所有印度人都認為 這些就是定律了 就應該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當時社會的 一個慘況了 那所以才需要佛陀的下身 來去改變當時社會 這些這樣的不平等的狀況 那第四點 我剛才所說 就是講的 為什麼佛陀去選擇 什麼時候下身 那還有第四點呢 就是關乎於這個開悟 和魂法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就是因為當時呢 印度是未曾發明文字的 只有語言 但是沒有文字 那所以當時的人民 是沒有我們這麼多概念 那腦子呢 是很多 很多RAM 他也都很多時間 也都沒有什麼玩的 不像我們這麼忙的 那麼多娛樂 他們的CPU 跟我們可能差不多 但是處理的事情呢 就少很多 那所以一個妄想少 又能夠專注清晰的腦袋 是比較容易開悟的 就好像五比丘那樣 佛陀 是跟他們說了 一直說他們就開悟 那但是五比丘 是從來都沒有聽過佛法的 我們聽的佛法 可能比他們多很多倍的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不開悟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值得反省了 就是我們那個妄想煩惱太多了 那個障礙的恩緣太多了 那當時那些人呢 障道恩緣是少的 那所以佛陀就選擇在這個時候出生了 那第二 就是在佛滅後呢 經典的傳承呢 就是由這些 因為當時印度那些人 他那個記憶力是非常之強的 我們說見歷史 這個世界大傳紀錄者 是可以背一個最長的書 是印度人來的 那他背什麼呢 背南傳的三藏 三藏經典 那他可以背幾天幾夜 不停在這裡背背背背背 都不會停的 那這個是印度人一個很厲害的一個能力來的 那所以呢 經典的傳承是由這些記憶力超強的人 腦袋極清晰的人以念仲的方式來傳承下去的 那所以有一些人是專門去背經的 在這個印度時候 印度時期 那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呢 印度就開始出現最早的文字 而佛教背仲三藏的真人呢 也都趕得及 將思想記錄下來 成為文字 成為最早期的佛經 是的 巴黎文佛經 那接下來呢 就是講菩薩所選擇的地點 和國家 很簡略的提供資料給大家 釋迦瑪利佛為太子的時候 就是在加皮羅圍城入胎的 那加皮羅圍城呢 就是連同這個釋迦族十個小城邦 維馬齊成為這個加皮羅圍城的 那他就是位於這個印度和尼泊爾的交界 剛剛就在這個 剛剛就在這個 喜馬拉雅山南邊的山腳那裡的 那由於國王 正泛王呢 就是自衛最高 統治能力最強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加皮羅圍城呢 就成為這個 所有十個小城邦裡面 當中的一個民主 一個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那就由這十個小城邦去建立了 那用他的名字 加皮羅圍城 那就成為這個加皮羅圍國了 那佛的家族裡面呢 是四聖種族裡面的薩蒂利種 就是王族 那父親就是正泛王 加皮羅圍國的國主 媽媽呢 就是摩耶夫人 就是這個 加皮羅圍城隔離驅利城 善國大王的女兒來的 公主來的 那正泛王的祖先呢 就連續六代都是為王來的 那而正泛王就是第七代的國王 那連同正泛王同期的國王呢 那他們都有些很特別的名字 那就是三兄弟 分別就是白泛王 斗泛王 和金勞泛王 那佛陀下身的時候呢 就叫做釋達多 那他就有位弟弟叫做蘭陀 同父義母的 後來釋達多和夫人耶穌陀羅 就生了一個兒子 你看到佛教有很多人物的 那他就叫做羅侯羅 那釋達多太子呢 當時就有很多個堂弟的 那後來都是出了家的 成為他的使者 有阿蘭陀 有這個 出佛新血 破壞真團 有提婆達多 那有摩康南 五比丘 或者之後成為這個釋迦族的王 阿蘭律 天眼第一的阿蘭律 我說天眼第一呢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什麼叫第一呢 在佛教來說 很多第一的 有些天眼第一 神通第一 變才第一 第一就是當時 整個地球 他的能力是最強的 第一 第一 有婆娑和佛提 這個就是佛陀大家族 所有都是釋迦族的人 那佛陀呢 菩薩就用五事來觀察世間之後 他看到時機成熟 就在夜晚黑 摩耶夫人睡覺的時候 就入胎了 那當時呢 浴界 就是天堂 有很多的天人 四天王 三十三天 兜率天 夜摩天 雖然摩天 那這些綠浴天 就來到夫人的肚子那裏 去清洗 去三靜祈福 去灑靜 那當時呢 摩耶夫人 就見到有一隻 呃 口擔著白色蓮花的綠牙大象呢 就由去 右邊的蟹那裏 就進去身體裏面了 那當二之時 大地呢 就立即出現了六種震動 一切世間大光普照 而這些這樣的遂相呢 其實就是因為菩薩 去無量劫所分修 很多世所積襲的一些慈悲 力量不可思議的大福德所致的 在下身地球呢 就地震了 那佛話 世間有八種因緣 可以引起這個地震的 那經文就有說 扶這個地在水上 水止於風 這個地殼呢 就在水上面的 那水呢 就依止這個大圍的空 那個風那個動動的 大圍的動動的 風指於空 那風就是指於 依止這個大圍的空間 來去動的 這個風 那空中大風有時自起 那水呢 那這個空間有時呢 就會有這個風 那令到水呢 就會動了 那大水曜呢 則普地動 那視為一也 那你的水呢 去動 那你的大環境一動 那地呢 就會動了 那這個就是地震 第一個原因 那或者第二種呢 那是 德道比丘 比丘 一些開了五的 一些女的出家人 那或者男的出家人 那 及天人大神 一些很厲害的天人 觀水性多 地性少 他其實就是想試一下自己的神通力的時候呢 那他就地震了 那這個其實在高真傳都有的 那有些這樣的比丘尼以前 那些修行人很厲害的 那在山洞那裏 想試一下自己的神通力呢 那就會地震了 那他們的影響力很厲害的 那第三就是 那就是菩薩 從兜率天下身人間 降臣入胎時 就會大地震動了 那這個就是 剛才所說的 那第四就是 菩薩出世的時候 第五就是 菩薩剛剛成佛的時候 很多都是和菩薩有關的 第六呢 轉法輪 第一次講經的時候 第七就是 在佛決定要寫受入裂盤的時候 佛陀一決定 他什麼時候要走呢 沒有人可以回到他 那所以他寫了 第一次就有地震了 第八就是 佛陀入這個 無魚裂盤的境界 大波裂盤的時候 那佛陀一入滅呢 那就有地震了 因為大家 在這個世間 頓時失去依靠 那所以會地震 那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第一個原因呢 這個水至於風 風至於空 空至於 這個空動的時候 風就動 風動的時候 水就動 之後就好地動 那其實在俄羅斯 和日本的科學家 都有好像研究過 在地震的時候 那個大氣 那個 是有一些 不知道什麼 粒子會突然之間 釋放出來的 那我覺得都 有一些關係的 那就是 就這樣引了 引進來了 那可能 真的 由這個空間的 動動 之後 影響到這個水 那地才會動的 那佛經原來一早就有說 OK 那菩薩入胎之後呢 那他就安住在這個正念正知的境界之中 那夫人就因為菩薩的大威得力 那就突然之間受到很大的快樂 乃至於能夠捨棄世間一切的欲落 譬如世間的人呢 得到一樣東西 比以前所擁有的更加好的時候呢 他就會貪身忘舊 捨次撿被 那你要一個人放下一樣東西 其實不難的 你只要被他見到更好的東西 得到更好的東西 他就自然會放下 你玩大富翁 你贏了多少錢又如何 我給了你五百元 要你放下 那你就會立刻放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信得過我五百元的價值 是毫不猶疑的 同樣地 為什麼我們貪真癡 那麼多 我們叫大家放下 但是那麼難呢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 我們要放下 現在所愛的那份值得 你唸佛的時候 有沒有人唸佛的 在這裡唸阿彌陀佛的 不知道有沒有 那你唸佛的時候會打妄想 但是你數銀子的時候 從來都可以一心不亂 那為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你黃金鋪地 你明明唸阿彌陀佛 可以去這個極樂世界 黃金鋪地 但是你不要 你就在這裡數家裡的銀子 就反而更加專注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價值觀 那有幾多人是認為 在這裡聽經 那個價值是 勝過世間大部分的事 大家有沒有人這樣認為呢 嘩 都很秘密 我其實幾年都這樣問 上年只有一個 OK 多謝大家 OK 那如果有個人在外面 那他說給你一千元 那你出不出去呢 一千元 出去吧 出去就回來吧 行不行 有沒有人 沒有 那增加十倍吧 一萬元 都不去 去完就回來 很現實 這個 十萬元 不去 真的 去完回來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 你那個 道心的價值 你可以用錢來衡量 你可以去 測試自己 所以我們學佛要很實際 你要放下 你才要有放下 具足放下的那個恩怨條件 那為什麼菩薩可以割肉餵嬰呢 不是說你要寫十萬 寫多少錢 多少千 你是割自己的肉去餵畜生 你捨身餵臥苦 你連條命都不要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呢 但是他覺得值得 但是他又不是蠢 他又不是被迫 他是心甘情願地 這樣用一期的生命 來圓滿去那個菩薩道 這個就是一個很偉大的智慧 但是這些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那當時夫人呢 他就是因為菩薩的入胎 得到很大的快樂 就聚足了這些放下慾望的恩怨條件 就是因為有些更高的快樂 所以他可以放下 那摩耶夫人醒了之後呢 就立刻將這件事 告訴正飯王 很稀奇 有些什麼專業人士 可以幫我解夢呢 大王 這個時候呢 大王呢 他就聘請了 當時在這個 加皮羅維國裏面 最厲害的八位 大占夢師 去占卜他的夢 究竟是為什麼呢 根據他們自己的經書記載 還有他們一番的開會之後呢 那他就用一些計語 來去念仲 去告訴摩耶夫人 那他就說 若無人夢見 如果一個人類的母親 去夢見 八象入右協呢 一隻白色的象入了自己 右邊那個協那裏呢 圓滿的不求果報的一個無我的心 倒脫千萬眾 於心煩惱海 那就可以到很多很多人出來煩惱 那這個就是講佛陀了 那意思就是 夫人那個兒子 會成為聖人 必定會成佛 是一個天大的喜順 那大王聽到自己會做爸爸呢 那他就非常之開心 因為當時呢 夫人和正泛王已經很久很久 是結了婚很久 但是他沒有兒子的 沒有兒女的 已經五十歲的了 那所以他第一次有這個兒子 還是一個聖者 那就非常之開心 那大王踴躍歡喜的緣故 那大王就在這個加皮羅惟城的四門之外呢 就廣切供養去布施了 去做一些 布施啊 去捐贈很多的衣物啊 床單啊 屋啊 象啊 馬啊 牛啊 羊啊 種種的車啊 給所有的人民 應有盡有 任裸 那很快呢 因為大王做過這個行為 那夫人懷孕的消息呢 就騙叛整個國家了 那大家都很隨起 夫人懷孕這件事的 因為有東西送 有好處 那夫人懷孕呢 的情況 就據這個 星雲大師所著的佛陀傳記載 那夫人就變得 和其他女人呢 是兩回事來的 她每天就很安長 很安樂地去過日子的 那心中已經 已經遠離一切的煩惱了 貪真痴啊 虛偽的心呢 就好像沒有了 那夫人變得不喜歡 這個熱鬧的地方 那只是想在 休靜的山林河池那裡 游步 她在那裡散步的 那根據這個 聖賢法師 和這個 佛本行集經裡面 聖賢法師那本 這個佛母摩耶 和佛本行集經裡面所說呢 那菩薩住胎的時候呢 摩耶夫人呢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 小小的神通的力量的 那無論是這個 男女老友 一切被鬼迷惑 老亂上身的人呢 一見到夫人呢 就立刻回復正常了 乃至一切的病人 黃腫病 顛峰 皮膚病 腫瘤 這個劇痛 只要夫人用手 摸一下她的頭 那所有百病 就已經可以存餘了 那乃至到夫人接觸過的藥草呢 都可以 令到那個病者 息完之後呢 可以康復的 那從此之後呢 摩耶夫人就成為這個 加皮羅為國的吉祥物 那就趕受一切的人民歡迎了 那時光飛逝啊 摩耶夫人懷胎呢 就將近十個月了 那善國大臣赫巴 就依照這個 印度的傳統習俗 印度的傳統是要回娘家生仔的 那啊 就派了一個使者 去正飯王那裏 那裏 那裏 要求大王呢 去批准摩耶夫人 回娘家生仔 那就住在這個 南皮尼園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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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保護夫人 每個都是持著很多武器 一直打羅打鼓 一切惡氣 陣容鼎盛無量莊嚴 威馬無比 送夫人回去生兒子 據聖賢法師所述 善國大臣又用了相似的形式 很隆重地接自己的女兒回來 在摩耶夫人回到娘家期間 善國大臣的夫人 摩耶夫人的媽媽 南皮尼提議 在加皮來城和驅離城之間 比較近驅離城的附近 就見一個園林 那個園林 這個太子出生之後 就可以在那裡玩 善國大臣就建了一個園林 這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 就叫南皮尼園 用了夫人的名字來建 春天很快就過了 那園林裡面已經建了很多花果 異常茂盛 在太陽的照耀之下 就好像流水一樣閃閃發光 一切的花樹 果樹隨著微風的吹動 就好像在那裡揮手一樣 那夫人呢 就連同眾多的宮女 一起在園中游捕 那走均整個樹林 那由一棵樹去到另外一棵樹 那其中園裡面有一棵樹呢 特別莊嚴 那它就叫做無憂樹 那樹呢 上身就對稱 那分布的枝葉呢 一半就是綠色的 一半就是深綠色的 那這個翠子雙輝 非常之美麗 那如同孔雀的羽毛一樣的 那這棵樹的花呢 也都是很香的 微妙動人 聞了之後會產生一個喜悅的感覺 那夫人見到這棵樹就很開心了 那一步一步地走向這棵樹的時候 那因為菩薩的威得力 那棵樹的樹幹呢 自然地垂下 那夫人就按著這棵樹的樹幹 那就生了太子出來 那生了之後呢 就大地又震動 剛才所說的 一切世界大光普照 那一般人呢 生仔有十級痛楚的 那一級 我講一下 究竟那幾級是怎樣 一級舉例 撞雨了 這個是一級 那去到五級就是被火燒 那第八級就是這個 烤紋電擊的痛楚 而第十級呢 就是被擁有這個特殊毒素的水母 叫雙型水母 譬如澳洲有一種這樣的水母 刺中了之後呢 那你就會休克的了 那就是這個十級痛楚的 那而另外一種十級呢 就是生仔了 非常之痛的 那但是菩薩 他出生的時候呢 夫人呢 就一點痛楚都沒有的 反而就是安靜歡喜 身受大樂 那不痛不但只要身受大樂 那菩薩剛剛出生呢 就已經能夠雙腳立地 不單止這樣還可以開口說話 他就說 我此身形從今日後不復更受 我這個身形呢 我從今日之後 我就不會再去做日 做回這個輪迴的一個色身 我就不會再入回來輪迴了 從今日後不復更受 於武歉中不入胎我 此事我醉沒後身 我當作佛 那他就預言他未來一定會成佛 那隨後菩薩呢 就在四方就各行七步 東南西北 那用這個正語正言 就說 世間之中我為罪聖 我從今日身分已盡 那天上天下無如我 那我就從今日起 我所有的生命呢 已經去到盡頭了 因為我今生一定會成佛 這個已經是結尾了 那當時虛空呢 就有兩條水柱 那去洗滴這個菩薩的金色之身 天與妙花 處處遍滿一切的天樂 不古自明 那有很多音樂 那天上面呢 就自然奏出很多微妙的音樂 來慶祝了 佛教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表法的 什麼叫表法呢 表法就是講一件事情的發生呢 其實它是有很多含意在裡面的 那那些含意其實是 跟這個人生道理呀 跟這個修行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那要成就 佛陀所成就的果報呢 那我們叫做一切世間未曾有法 什麼叫一切世間未曾有法 是這個世間上未曾有的 佛陀是成就全知 他正片之一切都知道的 那是未曾出現過 是不共世間的 不同世間的那些因果是相符的 那為什麼佛陀是不一樣呢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佛教就說一切為心做 你所做的業會不一樣 那你的果報也都會不一樣 那佛陀做了什麼呢 佛陀不是求聲聞成 不是求人天果報 他是求這個最偉大的菩薩道 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而他不求果報 一期生命又一期生命 去積集他的修行 而是忠於成就佛果 而在最後一期生命的時候 去下生人間 那所以佛陀的出現呢 佛陀這樣出生呢 那麼多歲相呢 我覺得是合乎因的那道來的 是應該會有些不一樣的 是不是偶然的 是不是撞彩撞回來 他是收回來的 收恨收回來的 那麼有時候呢 你就見到有一些人 他是具備一些功德的 譬如他有慚愧心 那麼大概你都猜到這個人 他有其他幾樣功德 是扭著的 那麼這個慚愧心就是表償 你之後相處了 果然如此 這個有慚愧心的人 通常他會直心 他說話不會彎彎曲曲 不會虛偽 不會令到別人跟他相處很累 他身邊也會有很多善知識 智者 善人 去幫他 去指示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慚愧 他願意接受自己的錯 還有他會覺察到自己不足的能力 而去慢慢改善 所以你由一個慚愧的人 你可以見到他周邊很多功德 很多功德 眷屬是一起生起的 那麼這個慚愧是表法 他的內容你可以見到 有很多 是跟著一起會出現 那麼相反 你看到有一個人 他可能有過失的 他看到師長 一些禮貌都沒有的 直到去罵人的 那麼你可以推論出 這個人可能對師長沒有什麼信心 或者他穿了一些相 他認為這樣才是對的 一些錯誤的偏見 那麼這些也是表相來的 不過是有煩惱的表相 他可能是不聽教誨的人 那麼所以你去教他就很難了 你再去觀察的時候 果然如此 那麼所以呢 緣起其實是一個論一個的 緣起法是不會單獨存在的 那麼你見到善法隔離是有很多善法的 惡法隔離也是有很多惡法的 它是一個團體來的 那麼所以 如果你有這些這樣的瑞相 那就代表你可以準備成佛 如果你可以成佛 就代表你會有這些這樣的瑞相 是的 是因果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很武斷 一個人百分之一百 他如果有這樣的瑞相 他有這樣的表相 他就是一些這樣的人 因為你無法知道那個人的背景 有時你連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都未必清楚 更何況是其他人 那麼所以我通常呢 就不會去將一個人概念化 那個人是什麼人 那個人是蠢 那個人是聖 如果你聖過一次我會記住你 但是我不會給一個標籤 從此之後你就永遠成為一個聖的形象 因為聖是會改變的 就好像之前 很多劫之前 有一個叫拘留孫佛 釋迦佛之前很多世 有一個拘留孫佛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人煩惱很重 他在佛面前 去破口大罵 去罵佛 但是有誰知道 其實這位是不退菩薩呢 他破口罵佛 你覺得這個人當然是落地獄 這個人當然是衰 慘 但是他心裏面 竟然有不退轉的菩薩善根 他是一個很堅固的一個菩薩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猜到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 緣起法的變化 你可能上個禮拜 見到那個人 他坐在你旁邊 但是你下個禮拜見他的時候 你已經不是很具足的招 你那個招可能已經過了期了 你會跌破眼鏡 你不可以常常定在一個位置 去認為那個人必然會是這樣 他必然是蠢的 他必然是很無聊的 是這樣的 有誰會覺得阿拿律專者 一個盲的人 他會成為天眼第一 他看的比你更清晰 但是他盲 有誰會覺得一個叫做 周利、貧陀、騎士的人 他連一句話都背不到 但是他可以成為阿羅漢 所以佛陀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測量人 也不要亂測量人 如果我們亂測量人的時候 人家的大功德你見不到 但是你的心 就會充斥著人家那些不好的地方 你就會吃虧 最終你就會得罪很多人 沒有辦法利益到其他人 沒有辦法利益到自己 我們再說下去 回到佛陀傳 夫人生了太子之後 很快的消息就傳到 加皮來城大王那裡 夫人也是和太子一起回宮 當時有一位正了五神通的先人 叫做阿斯陀仙 在六獄天上面 三十三天那裡住 他就突然之間聽到 所有的天人都是非常之踴躍歡喜 不能自拔 心是失控了 是揚聲呼叫 很開心 他就立刻很好奇問天人 究竟是甚麼事令到你們這麼歡喜呢 天人就說 大德你沒有聽說過嚴浮題 雪山之下 有個叫靜泛王 生了個兒子 很莊嚴 三十以上八十種好 未來一定會成佛 度一切眾生 遠離生死 其實天人是很開心的 他聽到這些事 有佛出現於世 其實是很開心 因為有佛出現於世 代表天上面的善人 就會更加多 就會更加多的人往生 那裡 所以阿斯陀仙 他就立刻下了去阿斯陀山那裡 他就和那個使者 那羅陀 就立刻去到這個加皮來城附近 那他之前呢 先人入城的時候 他是飛進去的 因為他是六通先人 不是 他是五通 那但是他這次呢 為了見這個天人大師 見佛陀 他為了尊重 雖然他已經很老了 那但是他也是選擇步行入宮的 那這個時候 加皮來的人民 就處處很吵 很喧鬧 那大眾就見到 先人走路進去這個宮門的時候 就非常之驚訝的 因為往式先人是飛進來的 那他進去城的時候 那大家就圍著去 那究竟什麼原因呢 那先人就和這個城門的守衛 說要見大王 那大王聽到先人來臨 那就非常歡喜 那就批准他入宮了 那正泛王呢 遙遠見到先人的時候呢 就立即從座而起去迎接先人 那就將先人安置在一個寶座之上 那先人坐下了 那大王就立即鼎勵先人 那口就說 我今恭敬鼎禮這個尊者 是引導的禮儀 那先人就說 為怨大王償得安樂 那簡單行圈 那大王就先開口問先人 究竟尊者今天為什麼來探訪啊 那是不是為了衣服啊 飲食啊 或者其他需要呢 那先人就很坦白地告訴大王 大王我今天來呢 是沒有什麼缺少啊 什麼都不缺少 我只是 我不是為了衣食 我今天從遠道而來呢 是想見下大王的太子的 大王慈悲啊 希望能夠讓我見下大王的殊聖童子 大王就說了 童子現在呢 就在休息著 希望尊者呢 可以留下等他起床 那阿司陀先就告訴大王 大王你不要說 童子在這裡睡覺 童子久遠以來呢 已經斷除了睡眠的習慣了 童子早夜為了安樂眾生 其實是在打坐的 他不是在睡覺的 那大王聽到先人的教誨 那立刻命令人打掃 布置莊嚴自己的宮殿 就叫所有的那些眷屬啊 大神啊 來一齊圍觀去親近這個 這樣的先人的情景 那之後呢 這個時候啊 摩耶夫人就抱著太子 帶到先人那裏 那就企圖了 將太子的頭呢 就安在先人的那個腿上面 去鼎勵先人的 那因為太子的威德力呢 非常之大 他是大菩薩來的 那身體呢 一頂下去的時候呢 就自然回轉了 那隻腳呢 就對著先人了 那連續三次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這樣轉來轉去呢 那先人就第一次見到 那個菩薩那個金色之身了 那具足莊嚴端正可愛啊 那頭呢 就好像有一個寶蓋一樣 有一個肉計的 佛陀 那臂又直又圓啊 那支節呢 那比例呢 也是很正等的 那就 那先人就跟大王說了 他說大王 請你不要將太子的頭 對著我 那太子的頭呢 就不應該頂禮我的腳的 那先人呢 那時候就立刻用這個 印度最高的禮儀 整理衣服 偏頑右肩 那便又失著地 去把太子安在自己的頭上面 去頂禮太子 那之後就坐在自己的位置那裏 那便把太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慢慢觀察的 那之後呢 大王又將很多的真寶 布施給那先人 那先人又受大王的供養之後呢 立刻就將所有的寶物呢 就供養太子的 那大王對先人的態度呢 就非常之不了解啦 爲什麽大德會對我這個兒子 那麽尊重呢 那先人就告訴大王 那三十三天裏面 所有的天人啊 知道太子啊 下身人間都非常之歡喜 他還預言太子會聚足這個大人上茅 三十以上八十總好未來 一定會成佛 成等正覺 太子啊 長大了之後呢 一定會出家 那大王聽到這裏呢 就立刻憂愁了 因為他希望太子是繼承他的皇位 而不希望出家的 那所以呢 大王就問先人 有什麽方法可以令到太子不出家呢 那先人就問大王 大王你為什麽會這樣問呢 那大王就說了 那所有的婆羅門啊 所有的尖上司都說 這個太子會成為我的轉輪聖王 會成為下一任的皇帝 那所以呢 那我就不希望太子出家 那那大王 那先人就說了 那大王你要知道啊 你所有的大婆羅門呢 都在大謊語啊 都在說謊啊 都在說謊啊 因為太子的相貌呢 不是轉輪聖王 轉輪聖王是沒有八十種好的 三十以上要加八十種好 才是佛的相貌 因為八十種好呢 現在是說謊細的相貌的差別來的 是比三十以上更加謊細 其實很多佛教的那些修行人 都有三十以上 三十一上 三十上 二十八上 那樣但他們都不是佛陀 但因為佛陀有三十以上加八十種好 那他就是成為佛陀 那重要是 他有三十以上八十種好 還要禅定思維 得知太子過後三十五年必定成佛 那這個就是先人呢 他就用這個禅定去打坐 去思維 見到太子三十五年一定會成佛 那講到這裏呢 就知道沒有辦法聽到佛陀的教誨 失去很多的真寶 沒有辦法聽到一個解脫道的一些道理 那當場又替淚悲哭 哭到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了 那口就在這裏說人生唏噓 無常信促那樣 那你想一下 有一位大德 全國人民都很尊重 那請到他來占卜太子 占卜到這裏就自言自語 之後就哭到收不到聲 那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那大王見到先人這麼激動 那就連自己都哭了一份 那乃至到摩爺夫人 一切的大臣 公中大大小小都哭成淚人 那這個是非常之壯觀 我相信這個場面 那大王就問先人 終於他就開口去問先人 那是不是有些什麼災難呢 會發生在我們的太子身上呢 那大家見到太子都皆大歡喜 唯獨得先人替淚悲憂 為什麼呢 那先人就說了 大王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太子呢 是如這個休談花 三千年開一次 你無量無邊 億萬劫 你都沒有辦法去見到的 那所以 諸佛也是一樣 無量劫 才可以極難出世 太子他必定會成無上正覺 決定會轉法輪 道脫一切眾生 我自己悔恨傷心 見不到太子成佛的光彩 一身空過 失去了這些利益 我沒多久呢 自己也都會死了 那所以太子 我見到太子 一邊會歡喜 一邊會憂愁 大王 你不用擔心了 太子沒有任何的不吉祥 大王善得人生 今後一定是 獲得這個福啊 法啊 所有的財利啊 一定會得到的 那其實阿司陀仙呢 你想一下他的狀況是比較可憐的 因為阿司陀仙求道的心是非常之強 無奈就是差了少少 幾十年 沒辦法聽到佛法 雖然他見到菩薩的金色之身 接觸到太子的身體 但是他都不會好過我們 都不會讓我們幸運 為什麼 因為當時印度是完全沒有佛法的 你修行頂多好像天人那樣 有五神通壓住你的煩惱 你懂得飛但都要輪迴 是不是 你未超越新路病死 那先人就是明白到這一點才這麼傷心 終於佛陀是被他抱到在他面前 就好像你看著那個尾班車一路走的時候 那你就沒有辦法追到那樣子 那所以先人那種傷心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們比先人其實非常之幸福得多 因為我們起碼有法 佛陀有留下一條出輪迴的方法給我們 就如先人所說是千萬億劫難遭遇的 但是現在其實很多的修行人 都是為了修神通而是放棄解決的 他覺得修神通才是吸引到修行的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事實上神通不是不好 不過神通不究竟 今世有下一世又要再修 那就有什麼意義呢 那其實解決就是最好的 一正就永遠都是解決的 那如果你是為了神通要學佛呢 那佛陀放下光 那你就信佛 佛陀說有四聖體 十二恩元八正道 你通通都信了 為什麼 因為佛陀放了光 如果有個外道修行人 一邊放光 一邊教你做壞事 他說沒有四聖體的 那你的心就動搖 那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究竟我們是相信什麼 我們信裡面是要有智慧的 不是一邊去策例自己的信 佛陀說世間苦你見不見呢 如果你看到世間苦 那你就自然會信 因為你是現實之中去得到這個智慧 那所以佛教最重要說的一件事 不是我們感性上的一個支持 其實是一個覺性 一個理性 我們去明白那件事 我們才真真正正稱為佛教徒 那自從太子出生之後的七日 那摩耶夫人就得不到菩薩住胎的時候那種快樂 一日就瘦過一日 很快就命中就死了 就往生去到這個天上套利天公 那而正泛王就安排了摩耶夫人的阿妹 太子的姨母 摩科波瑟波提 來去養育太子 那自從太子出生以來 正泛王的所有的財物 金銀珍寶 日日都在增長 正泛王所有的怨敵 所有的敵人都自然生起這個平等的心 漸漸都成為了朋友 都和好了 那和大王同怨同行 風雨調順 國家遠離一切的災難 國內的人民互相尊重 校養父母 恭敬師長 那一切的人民都覺得很安樂 就好像天堂一樣 沒有任何的差別 那這些都是因為太子的出生的一個緣故 所有的人都得到大利益 佛教話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中音生 有多少人沒聽過中音生 OK 個個都聽過 不是喔 中音生其實就是講 一期生命和另外一期生命中間的過程 你死了之後 你會投身去另外一個生命 在中間的過程 你就飄來飄去 去找你相近的業力 你就會入胎 成為下一期生命的生命 中音生就是中間的過程 那這裡講中音生呢 就是講這個 你看先 中音生 我們說貧賤中音生呢 就不生這個富貴家 如果 因為 你看看太子 他下生人間 就是影響到所有的人民 都得到大安樂 所有的國家的財富等等 都是因此而得到很多的輕盛 所以 所有的福報 其實是因為 是互原而生的 為何佛陀生下來之後 大家的福報會增長呢 其實是一個共業來的 我講回中音生 我說 貧賤中音生 不生富貴家 如果貧賤的中音生 生到富貴家 就代表富貴家即將衰敗 為甚麼呢 因為福報不相應 你福報相應貧賤 你生到富貴家 你一樣不會給你富貴的 因為你本身的福報沒有那麼多 它是一個共業來的 所以那些人說 兒子佗衰家 那其實 你就知道為甚麼 它不只是關我兒子的 你也有份的 它是一個共業來的 是因緣度 大家就一起落 那剛好它就出生 那你就貧賤中音生 就不會生富貴家 因為去到你那個富貴家 都一樣貧賤 都一樣墮落 一起落去 那相反 富貴的中音生 不生貧賤家 如果生到貧賤家的時候 就是代表 貧賤家即將會發達 富有起來了 那菩薩本來就是具足福報的人 它是具有這個 身這個帝王家的一個福報 它不單止可以令到家庭 所謂的和樂 這個母親升天 它還可以令到整個國家的人民 處處安樂 國泰民安 乃至封條與順 所以菩薩稱為大人 具有這個巨大影響力的人 偉大影響力的人 福報是最高的 不只是影響一個家 它簡直是影響整個地球 乃至到現在 佛陀的福報都是影響著我們 我們都是在吃佛陀的福 用佛陀的智慧去修行 所以佛陀 它是稱為一個最大福報的人 就是這樣 兩足尊 福位是最高的 我們再說下去 太子話這麼快 就已經八歲了 大王就安排了 種種國內最厲害的老師 來教育太子 其中第一位老師 就叫做皮舍婆密多羅 已經通達了 這個當時印度一切的經論 乃至世間種種的技藝 太子就在學堂 連同五百位同學 就一起去學習 雖然太子基本上 已經認識了 所有的經典和論典 但也是隨著大家 一起去讀 去書寫 去朗誦 之後大王 就請了一位 通達一切兵法 射擊武術的大師 來去教太子 他的名字就叫做隱天 這個就是 但是太子 他就不肯學 為什麼 他就說 所有的東西 我已經認識了 隱天 他就教太子其他的東西 關於天文地理 祭技 占卜 術數 古代先人的一切思想 語言文學等等 的科目 太子基本上 就是沒有這個PE課 沒有這個武術課 OK 上學就 上了短短的四年 所有的釋家族 那些神童 就已經學了 當時兩位 印度最top的老師 所教的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有些人學東西 是學得特別快的 他就不是今世學的 他前世已經學了 今世用小小時間 recall 就已經知道 太子漸漸長大 已經十二歲 有一次大王 連同太子 和眾多 釋家族的小朋友 去到 出去遊玩 遊山 玩水 去看一下 農民種田 太子 馬上就見到 農民耕田的狀況 因為天氣很熱 烈日當空 那些農民 個個都是赤身 上衣 去工作 身體又黑又瘦 流汗流到 全身濕透 農民拉打 這個耕田的牛 因為牛很辛苦 很累 走得比較慢 農民又用邊 來邊打牛的身 拉著一條繩 固著牛的頸 因為拉得很大力 爛了皮 皮呢 就流血 血就向下流 而那些牛間 開了那些泥呢 就出現了很多蟲 那些小鳥 看到那些蟲 就飛下來開餐了 太子 看到這個 這麼深刻的場面 他就看著自己的親人 好像看著自己的親人 在這裡被人行刑一樣 那麼慘 那即時 他就去了一棵樹 那裡 繞著腳 去打坐 那這個時候 太子用這個 最真實的心 去思維 眾生有種種的苦難 又會生到病死 真是慘了 太子就依這個慈悲心 令我心安定 放下一切肉界的不善念頭 立刻就超越了肉界 正得初纖 這個是太子的境界 立刻他就可以正到初纖 太子覺不到原來自己 都還未能夠超越這些苦難 未免有生老病死的苦老 太子當時呢 當時只有十二歲 他已經可以覺察到這些道理 已經可以入到初纖 那什麼叫初纖呢 如果大家起過念頭 眾生苦 就可以入初纖 那我們又能不能入初纖呢 是吧 那說禪還是境界 我們先要知道什麼是三界 我剛才經常說肉界 什麼界 那些 我們先要知道什麼叫三界 那宇宙裏面 所有所有的生命 分成三種 所以叫做三界 他們 越有智慧 慾望越少 層次就越高 層次最低叫做肉界 即是我們這一界 有人 有畜生 有昆蟲 鬼 地獄 眾生 綠獄天的天人 阿修羅等等 我們是有情慾的 所謂叫肉界 會恨淫 的一個境界 來出生的 而再高一點就叫色界 有形式 物質身體的意思 有這個物質身體 但是那個物質身體 就比肉界我們這麽粗的物質身體 就微小很多 它是光明 氣 那樣的 那這裡裏面 就只有天人 就沒有我們人 畜生 地獄 那些 那它就是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和四禅天的境界 那這些眾生 是不會行淫慾的 那快樂的程度 亦都是比肉界更高 更微細 和更加清淨的 那你要離開肉界 你要韓服肉界的煩惱 你才可以去到色界 那要離開色界 才去到無色界 那無色界的眾生 就不是沒有任何物質身體 很多人認為無色界的眾生 是沒有物質身體 其實無色界的眾生 就是淹離物質身體 而去得到最微細的物質身體 是一個境界的一個天人的眾生 因為我們說 如果你有綠色 眼耳鼻舌身意 那你就一定會有色身 那你就一定會有身體 所以無色界也有身體 那它就好像一道光 那樣存在著的 那它的境界呢 也是最快樂 最微細 最清淨 那它們是空無邊 柱天 色無邊柱天 無所有柱天 以及飛上飛飛上柱天 可能大家有聽過 那因為這裡 所有都是眾生 所以所有都會輪迴 所以三界呢 是不會安定的 就好像火閘一樣的 你上到最高 一下子又下來 一間酒店著火 下層、中層、上層 都是有危險的 雖然自己在肉界最下層 但是你都不會想著 在火警的時候 走上去總統套房看看 那當然可以走就走 除了你是消防員 有能力去救火 你才會做大菩薩這樣 去救人 去所有的境界那裡 利益一切眾生 離開火閘 否則 其實所有的眾生 都應該是 所有的修行人 都應該是求出來這三界 那說回初禪 那這種境界 不是好像世磚那樣 起個念頭就可以修成 就是一般人 他是透過無數的練習 打坐 定力的增強 去到某一個層次 可以韓服所有肉界的煩惱 初禪才可以生起 有一個人我認識的 他收了三十年 是每天沒有停止過打坐的 那就可以去到二禪 那當你去到四禪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人類專注點 提升到最高的時候 那當你的專注力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般人 沒有辦法做到的事 見到一般人見不到的事 不是見鬼 是見智慧去斷煩惱 OK 那所以 那所以 譬如你見到有一位 叫做 榮級明咒靈波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稱為這個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為什麼 他就是收這個慈悲觀 我們有那些EEG 那些掃描腦的儀器 那他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開心的時候 那腦的 不知道右邊還是左邊 好像是右邊 這個位置會沖得特別快 那這位榮級明咒靈波車 他就是收這個慈悲觀 那慈悲觀出名就是 你會很快樂的 很喜悅很美麗的一種修行 那大家就量度他的腦 那發現他的腦這裏沖血 是沖血比一般人 快成700% 就是100%已經很快樂了 他還要沖得快 去七倍 是700% 那些科學家就認為他瘋了 但他不是 他其實就是入了蟬定的境界 所以蟬定其實是可以帶給我們很多 超越人類一般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是確實存在的 亦都有很多科學的文獻 可以大家上網找到的 這個就是 你找這個全世界最快樂的人 應該很快就找到了 Google search 已經可以找到 那我們說回佛陀傳 那太子呢 轉眼間就已經十九歲了 那大王呢 為了令太子不申起這個出家的念頭 那他就為太子 他建了三個點 分別就是這個 春天、夏天和秋天 都會令到別人非常舒服的一個地方 冬暖夏糧、不寒不熱 太子的衣食住行 每天都是最豪華的 更令那些工女 每天都陪著太子娛樂 欺欺 希望太子 沉醉於五獄之中 永遠都不會出家 大王呢 大王呢 就更想為太子娶一個老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派國師去到 這個摩康南和大臣的家 耶穌陀羅的爸爸呢 那裡去問准 那但是 摩康南和就說 你識家族的傳統 代代相傳 有技能的人呢 我才會把女兒 給你那個太子 成親的 那現在太子 經常在工裏面長大 日夜娛樂嬉器 又不學習知識 又沒有技能 我怎會把女兒 配給這個 沒有技藝的責男 沒有辦法的 這樣去質疑太子 那大王呢 就為了這件事 非常之煩惱 那因為 他實在不知道 太子有沒有能力 如果他知道 他就不會煩惱了 那他就天天呢 就用這個五獄 來去婚染太子 那太子又怎麼可能 有什麼技能 勝過其他人呢 他自己會這樣想 那太子見到大王這麼煩惱呢 就問了 那他就 又不肯說 那太子於是 自己就在這裡說了 大王城裡面 不知道有沒有人 可以跟我比試比試 一切的技藝呢 有沒有人比我厲害呢 他自己這樣提出來 那大王聽到之後呢 哇 當場非常之開心 立即呢 就安排了一場 這個 和五百個釋家族 年輕的壯男呢 比文比武的一個大會 就這樣開始了 而摩康南和呢 同時又都宣佈 哪個是最殊性 最有技量 最有技藝的人呢 我就會把我女兒 許配給他了 那呢 當時呢 眾多釋家族呢 乃至到其他聖史的人民呢 無量無邊呢 都來去吃花生 看表演了 那就想看看 色種童子裡面 哪個是最厲害的 那之後呢 就有人提議 叫這個皮車密多羅 就是之前所講的 那位老師 做這個文學的評判 這個皮車密多羅就說 太子的文學方面呢 我見過是最厲害 最殊性了 那你和我都沒有辦法比得上了 應該就是鬥數學 當時眾中呢 有一位國內最大的算數師呢 一切算數呢 最為第一 就叫做安瑞娜 那大眾呢 就在第一輪比賽裡面呢 就找了安瑞娜大師呢 去做這個評判了 那一開始呢 太子就請了一位 釋家族的對手 來出題 那當然藍島太子 之後兩位出題 都藍島太子 乃至到三位對手 十位 二十位 三十位 一百人 二百人 三百人 他都藍島太子 藍島太子 都不是他的對手 到了最後 五百人一起出題 去藍太子的時候 太子都計到出來 乃至到太子出題 給五百個對手 他們都沒有辦法計到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安瑞娜大師呢 就激為驚訝 那同時內心也是非常之歡喜 一個這麼有才的人 出現在他面前 那他就讚嘆了太子之後呢 自己都上了場 想和太子比比這個高下 因為他自己都是天下第一 稱為 那其實呢 就是安瑞娜大師就想考一下太子 那他就問太子了 懂不懂一億以上的配數 那太子就很完美地答對了 安瑞娜大師又問 那細如微塵的算數又如何呢 那太子就回答了 凡七粒微塵呢 就唯一窗塵 七個窗塵一個套塵 七個套塵一個陽塵 一路這樣去數下去 七個陽塵一個牛塵 七個牛塵一個基 基就是那些塞的蛋 七個基就是一個塞 密個塞就是一個界塞的種子 叫戒子 七個戒子為一個大蜜 七個大蜜就為一個手指的關節 那七個手指的關節呢 圍一尺 兩尺呢 圍一爪 爪就是指這個首肘這個位 那四個爪就圍一弓 一個射箭的那些弓 五個弓就圍一象 二十象圍一色 八十式名驅勞车 八驅勞车名一游秦 即是三八八十四里一八三千步 当时太子由微秦数到一游秦 究竟是有多少 那个比量 太子之后就问大众 有没有人知道一游秦有多少微秦 这个时候安瑞拉大师就说 我听到太子的分析都很难跟到 都有一些空闷 何况其他人 希望太子可以快点告诉大家 太子就说 一千兆 即是一个阿初婆 我现在讲这个世间的文字 不要讲阿初婆 这个太明相了 一千兆再乘十的六十次方 再乘以二十亿个十的六十次方 加十万 再乘以六十亿八千 再乘以三十二亿 乘以五十万 乘以十万 如是的总数微秦 就能堆满一游秦 它是计算出来的 不要忘记太子是用心算的 当时印度是没有计算的 就算是现在的超级电脑 都计不了那么多个单位 那么多个零 你是没有办法用纸来写出来 乃至用刺纸那些一卷那些 都很难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太子的能力了 那么大家就跟拜下风 就有很多人立即就在身上 就布施那些英诺 衣服 这样给太子了 那么大家就赞叹 他就一切的算数 无与伦比 最胜最上 赢了 那么接着来的比赛呢 就是比射箭 那么这个也是很出名的 那么评判就叫做梭科提婆 那么而比赛的准则呢 就是看选手射得准不准 力度的大小 这个射程以及射出去的声响 大小而去计分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阿兰陀的射程呢 是可以去到两个驱逃车的 那么就是大约二千米的距离 那么这个已经破了 我们现在的建立市世界大传的记录了 那么也都是能够射中那个铁靶的 那么提婆达多呢 就可以射远一倍的距离 去到四个驱逃车 也都是能够中靶的 而兰陀呢 就再远一点 就去到六个驱逃车 也都是中靶的 那么如果用现在的建立市世界纪录保持者 那个射程我看好像是九百多公尺 那么已经是超越了 已经是所有的那些释家族的那些神童呢 最费最不厉害的那个呢 都已经是赢了它了 那么整个六千米都可以射中 那么就好像我们现代的追击手一样 这个是哪个呢 提婆达多的距离 那么之后有一位叫做摩康南河的大神呢 那么它又射了 那么就射到这个八个驱逃车 那么就是八千米的距离了 那么轮到太子的时候呢 太子就把那把弓拉一拉 那么就分成两段了 那把弓都烂了 那么太子就想要一把好一点的弓 那么大王就说了 有一把呢就是你的祖父 狮子甲王呢 他的一把神功来的 就在天神子里面 用这个香花来去存放在那里的 那么这把弓呢 就应该可以是用到了 不会烂了 那么但是一切承内的人民呢 都想将开这个弓的时候呢 都没有办法将开得到的 何况用来射呢 那么太子就说了 对了大王 你拿这把弓给我吧 那么我就可以去射了 那么之后拿那把弓出来之后呢 那么就围观了 给所有人去看了 那么所有释迦种的参赛者呢 都没有办法打开这把弓的 那么然后各个人呢 看完这把弓之后呢 就放到太子手上了 那么太子左手执弓 右手这个拉那条引呢 拉那条圆呢 当时啊 弓就发出这个巨响 那么整个家庭来城的人民呢 那么都吓了一跳了 那么就开了这把弓了 那么就用右手将弓呢 就拉到去这个空前了 一射 直接就射穿 射过这个铁把 十个驱逐车的铁把 然后一直去一直去 去到天边 又消失在虚空之中 直接就见不到它的落点的 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一个 一个短程火箭炮的一个距离来的 那么非常之远了 那么大家听了就算了 不要搏估 那么之后呢 又有种种的比赛啦 那么太子呢 也都是所有的项目呢 最上最胜 例如 比剑啦 砍树啦 跳远啦 马术啦 唱歌啦 跳舞啦 连这个洗衣 染衣啦 染这个衣啦 做珠宝啦 赌博啦 所有的项目呢 都是太子赢了的 那么这个摩科南河大臣 见到太子一切的技艺 都在众人之上呢 那么他就向太子懒悔啦 之前呢 为什么这么无知啊 原来太子 真是这么优秀的 那么希望太子可以接受 他的女儿耶稣陀罗为妃啦 那么就是这样呢 太子就娶了耶稣陀罗为妃 那么随后呢 就生了个儿子 就叫做罗侯罗啦 那么静泛王呢 就在十年里面 令太子是聚足了一切的娱乐的 那么就聚足了五欲 这个时候呢 太子有一位天人的善知识 就叫做作评 做作的作 花评的评 那么作评 天子呢 他是天人来的 那么就做了很多方便啦 就希望太子可以尽早出家 成佛到众生呢 暗中就用了很多的方法呢 来提示太子的 那么他就用这个神力呢 令太子唱出这个大有佛法 二里的无常 苦空无我的歌声呢 他自己在那里唱 不是令太子唱 他自己唱 那么就赞叹这个树林的花香啊 草木啊 果树啊 雀小的一些歌词呢 那么在宫中呢 那么就令到太子就突然之间 想去外面游玩 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那么太子于是呢 就叫马夫车匹呢 去准备一辆马车出去城外游玩了 那么大王呢 就好省地先和太子清墙 那么就将所有不干净的街道清理好 用香水灑满这个大街 还吩咐所有人 不可以让太子见到老病死 一切不吉利不吉祥的所有的上状现象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太子第一次出门 去玩的那个状况了 那么但是呢 太子在那条街那里一出去呢 就见到一个老人 就是没办法遮掩所有 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老人出现了 他的样子就奇丑无比的 那么一般人见到呢 就需要这个心理辅导的 那么那些牙就烂了的 那些头发又白又稀疏的 那么皮包骨 那么就隔下隔下担着拐杖 就站在那里 好像站不稳那样的样子 那么太子十年呢 在皇宫里面 只是见惯一些漂亮的东西的 那么一个突如其来的老人呢 那么那个冲击呢 就非常之大的 那么太子就明知顾问的样子 因为实在太稀奇了 他很久没见过那些 那么噁心的东西了 那么他就问旁边的那个 真是马夫 这个是什么人来的呢 为什么他会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他是一生出来就不幸运 都是这样 还是他是生出来之后 演变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 那么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马夫 突然之间就很有智慧地回应太子了 他就说太子这个叫老 日迹年月漸漸老化 气力样貌一切都会丧失 家里眷属一切的医药 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件事 这个就是世间的大苦 太子又问了 那么他会老而已 我会不会老的呢 马夫就说了 太子一切众生都会老化 连太子本人都会老化 一切的生命都会老化 那么太子当场就非常之颓 那他就没了心机了 那他就连城门都没出 那就叫马夫回宫休息了 那之后大王呢 就从马夫那里得知太子心情不好 又怕他出家了 那所以就增加更多的侮辱呢 就尝试去婚染太子 娱乐太子 希望可以留在皇宫了 那没多久呢 太子又想去城外观想下 那些花草树木啊 那这次和上次一样 又见到一些不应该见到的东西了 那这次见到的是一个病人来的 那太子明明呢 已经是学了当时印度的医方名了 他所有医术他已经知道了 那他都明知顾问地问马夫 这个是什么人 那马夫回答 病啦 病人啦 什么叫病啊 那马夫又回答了 四大不调地水火风 他不调和 那便会病啦 坐立不安啦 吃东西没胃口 所有人都会病 太子你都会病 之后太子又很不开心地回到宫里面 思维老病的苦啦 那隔了一阵呢 太子又再一次出宫玩啦 那途中呢 就已经听到远传来的 一阵一阵的在那里哭的那些声 那原来呢 就有个人死了 还躺在床上面 那那些家人呢 就围着个死尸 准备喪礼 那当时有人随心口 在那里哭叫啦 有人拍打自己的头啦 头发缝乱啦 那场面呢 就令到太子有点心酸的 那他又问这个马夫啦 马夫这个又是什么人啦 那马夫又回答啦 这个是一句死尸来的 那他的命根呢 已经断了啦 就好像木头啊 石头一样 没有分别啦 神色就去了下一世 永远跟自己的亲人呢 要分离啦 所有的人都会死啊 太子都不例外啊 那太子之后呢 又回宫啦 那太子回宫呢 又开始厌离一切的 五欲境界 曾经在宫中思维啊 继续啊 用して打坐啊 那一amaz 那不久呢 太子又出 Girls Novet 又出郭走啦 那今次太子见到的呢 就是一位出家人 他就剃除 骑髮啦 他没有骑髮啦 没有头发啦 那么又很安详 和很直 Association 这么地做築癌 querks 那些石像 一隻手拿著一個磕 黑色用的磕 穿著一件啡紅色的袈裟 太子見到這位出家人 深深被他吸引著 他就問這個馬夫 馬夫又回答 這個就叫出家人 他對一切眾生 都有慈悲心、憐憫心 他會克制自己 遠離一切的惡行、慾望、煩惱 他修恨威儀、行著作惡 都是保持覺性、正知 他已經是沒有敵人 或者愛人 他已經有這個平等的心 他會住在山裏 用黑色來維持生命 他追求的就是解脫一切苦的境界 太子聽到之後 非常歡喜 立刻就走到那位出家人旁邊 問他同樣的問題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出家? 太子又得到同樣的答案 他恭敬禮拜了 出家人三下之後 他就回宮了 回宮途中 有個阿嬸 看到太子 他就申起了玉臉 因為當時那些印度人 很喜歡淫屍作對 唱頌 那女人就說 母有此子落 母親 一個媽媽 如果有這個兒子 就很快樂 其父亦甚歡 他爸爸也很歡喜 女有此 女人有此小 如果一個女人 有這樣的丈夫 樂過於獵盤 比這個解決更加歡喜 當時太子 就飛了前面 那些所有東西 聽了獵盤兩個字 簡直是開心 一個窮人 中了六合彩一樣 他就立刻發言 我未來一定會得到 無相獵盤的境界 太子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所謂聞一知萬 他聽了一件事 他可以知道後面 一萬件事的關聯 他見到一件事 其實就可以明白 背後很多很多的東西 他只不過是出宮四次 他見到老病死 和一個出街人 他已經可以見到 所有世間都必然會遇到的八種苦 而且所有苦都不離這八種苦 八種苦分別就是 求不得 愛別離 怨真會 生到病死 和不任次成苦 你想要的 你得不到 你不想要的 他在 你要了的 他又會離開 他離開那個時候 你又很苦 那你有的時候 又不安 又怕他走 所有的苦 太子一下子 經過四個現象 他雖然沉醉在欲落這麼多年 但是一下子 他可以誤到這麼多東西 非常之厲害 太子又遇見自己 自己將會面臨這些苦 他不會覺得沒有希望選擇去逃避 但他是很積極地放棄所有榮華富貴去出家修行 而最後成功超越一切的苦 太子可以遇見自己必然遇到八苦 那我們又有沒有遇見自己的八苦呢 是不是 我們在生命之中 我們究竟將來會遇見些什麼苦呢 那我們有沒有這個智慧呢 可能只是我們會看到 現前那一刻的快樂 那我們就沒有預計那些苦的發生 考試壓力的苦 或者和身邊敵人明真暗鬥的苦 這件事本能本身是沒有苦不苦 因為我們心中有煩惱才會苦 佛話處理了內心的所有問題是困難的 但是處理了外在的問題是不可能的 所以問題是在心裡來 所有問題就是在心裡解脫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清晰地了解自己心裡的苦 我們就沒有可能從這個苦之中徹底解脫出來 譬如我們和別人吵架 你不搭嘴又怎會吵架呢 你沒有親心又怎會衝動又怎會搭嘴呢 我們說圓缺就不伸 油燈裡面如果沒有油 那火是伸不起的 你要了解自己當初為什麼會被人激怒了 你緊張什麼 你看清楚就可以解脫 你不需要放下什麼 你只需要看清楚 你怎樣執著這個慾望這件事 苦就會自然熄滅 由頭到尾都是心變出來的感覺 如果你不去肯定這個感覺 那個感覺就自然會消失 這就是佛教裡面所講的 解脫苦的一些原則 那些道理 你怎樣其實是可以用佛法在日常生活 在苦之中可以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那你就得到佛法的利益 佛法就會在你生命之中 真是找到他本身那個價值 那個靈魂就會出來 那太子回宮之後呢 就見到正飯王和一眾的大神 坐在一個典裡面 那太子立刻就走到大王的身邊 恭敬合掌就跟大王說了 我希望你可以聽我這番說話 我要出家求解脫苦難的道路 大王一切眾生都有生離死別 希望大王理解 大王用了二十九年去阻止太子出家 動用國家資產去娛樂太子 又幫太子娶老婆 但是菩薩益劫的修行 業力福德裡面 根本就沒有辦法抵擋這些小小的障礙作用 這些障礙沒有辦法 成為他的障礙的一個因緣 因為他那個無量益劫的福德 一下子就可以衝破了 大王最怕的事情 終於發生了 當時大王整身震動 淚水就多到下雨 原來阿司陀先說的是真的 大王就說了 我的乖子 我的太子 現在不是出家的時候 乖子 如果你聽我說 你不聽我說 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太子 你一定要繼承皇位 老了你才去出家 太子說 大王 你不要留戀一些必然會離別的事 你不要障礙我出家發心 譬如一間火宅 有人想出去 有一個人年輕力壯 他是絕對不會遮擋到的 何況忍命無常 我寧願忍耐少少的離別之苦 而在我有限的時間 去完成我所追求的目標 解脫裂盤 一眾的大臣 都是欣勤地阻止太子發生出家 大王繼續哭到無法收聲 太子就是很不開心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大王於是加強了所有城中的防衛 戒備 命令所有人不想睡覺 無論如何都不能被太子偷走出皇宮 太子還命人把所有反光的寶物 因為沒有燈 去照皇宮的高牆 看到有很多大火具 燃點很多火 很多燈 令皇宮很光猛 太子一逃走就立即見到了 宮女看到太子回宮 當然非常之踴躍 取悅太子 個個都在太子身邊 非常之妖媚的姿態 想去令太子產生這個慾念 但是太子思維一切世間苦事 只是想著怎樣可以得到解脫 一切宮女的造作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貪欲 甚至乎有些討厭的感覺 突然之間有個宮女 就將一個花慢 一個織成一個圈的一些花 去枯在太子的頸上 太子一聲都不出 就把這個花脫下來 禮手一扔就扔到窗外面 這個時候大王的國師的兒子 休陀兒就去跟太子做洗腦 希望他不會出家 休陀兒就剛好就來到 看到那個扔花圈的一幕 休陀兒就用這個朋友的身份 去勸導太子 應該要隨順世間的侮辱 令到宮女開開心心 才是做善事 太子就說 休陀兒 我已經清楚地明白到 世間的侮辱 但是世間無常敗壞的真理 這個才是可怕 你試想想 如果這裡 我所認識的所有的宮女 都會被老化 奪去她的美貌 你眼望我眼 個個都很老 一點都不開心 又哪會有人想 那麼蠢 留戀這裡呢 太子就跟休陀兒 一直聊天 就聊到天黑了 太子回到宮 跟那些宮女一起 再歌再舞 直到去睡覺休息 那麼去到中夜 靜居天的天人 有很多天的 有一個叫靜居天 上面的天人 就下降 去到家皮羅為城 用這個大神力 令到所有人 好像捱過一個禮拜通宵 身體沉重 就紛紛入睡 直到大部分人都睡了的時候 太子就忽然醒了 那麼她就看到所有的宮女 熟睡在地下 就好像屍體沒有什麼分別 自己就好像在一個墓地裡面 那樣 那些宮女衣衫不整 又有人流口水 那些惡氣就劈在地下 就很骯髒 那太子呢 就忽於清楚地看到那些宮女的醜態 那又臭又胃又愚痴 那沒有辦法停留在這裡 只有愚痴的人 才會在這裡生這個貪欲心 那作評天子 就向這個太子說 太子你現在可以逃出皇宮去出家了 今天一切的天人都已經 都希望你出家 修恨聖道 太子立刻呢 就穿了一雙布 看著自己睡著 在床上的耶穌陀羅 她的妻子 那她就說 這裏是我最後受悟欲的地方 從今以後 永遠不再受悟欲的快樂 說了兩次 這裏是我最後受悟欲的地方 從今以後 永遠不受悟欲 那太子呢 於是就走出這個門外 合掌向天 看到的就是東方的提頭拿渣天王 還有她的布下千百萬眾 還有南方的疲流拿渣天王 又有八千萬的布下 西方的疲流薄渣天王 乃至到北方的疲山門天王 種種的八千萬的布下天龍百步 特地下凡護送太子出家 還有就是色提盤恩 即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即是嘉皮來城的上空 就一直守護著的 連帝色天都下來了 那太子呢 即時就叫醒馬夫 就叫他的馬王見跡出來 那馬夫就問太子 現在不是出城玩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又沒有這個打仗敵軍的迫近 那為什麼要取馬呢 那太子就立刻用這個威逼力 用這個威得力 去搭這個馬夫 有這麼大的敵軍在這裡 你都不知道 所謂新老病死 這就是最大的怨敵 車匿 就是馬夫 你不要違背我的意願 立即把馬王帶出來 馬夫就照做 馬王見跡 一見到太子 身心歡喜 立刻叫了一下 一切的天人 用神力令到宮裡 沒有人聽到任何的聲音 太子也很高興地 用右手摸一下馬王的背脊 就說 往昔父皇帶你去打仗 取得勝利 今天你就要幫我求這個解脫道 我是為一切眾生的大利益 而去出家修行的 我一定要用你的力量 我們要走到很遠的路 你千萬不要停 那太子就跟車匿 就出到這個城外 他回身就發願 就說 我寧願跳崖自殺 食毒藥餓死 明宗 我一日未開悟 未能夠度眾生出苦海 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回家皮羅為城 一切的天人皆大歡喜 他就說 從今以後 這裡就將會出現一個大躍王 大醫王 滅盡眾生的煩惱之毒 太子和馬夫就一直跑 沒有喘息 沒有任何的聲音 在城裡面 萬眾都顯得直靜 唯有太子和馬王的心非常銳利 奔馳如流星一般 天尾江已經去了百多公里 漸漸去到一個苦恨林 就叫做拔騎婆先人居住的地方 這裡就是太子出家的過程 那今天的時間呢 我看見都超過了 都差不多了 那就 講到這裡 那大家就 欲之後事回何呢 那請看下回分解 OK 那我回向好嗎 我唸一句 大家會唸一句 願意似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阿彌陀佛 多謝大家